第七百五十三集 甚至超过破灭之道 蕴海时间和空间的法则力量 即便零星的一点点 也足以让战力大增了 战斗到这一步 两人像是远古凶兽一般 近身薄杀 金光似药 血液纷飞 叶无双的刀被叶尘一拳打崩了 这柄一品仙气也报废了 真真正正的拳打脚踢 但每一拳都打得地面震颤 山峰青岛 乱石纷飞 好在距离众人比较远 否则单单余波 或者误伤都能击杀一大片叶家之人了 周围的人随着地动山摇的频率 凝视着眼前的这一切 其中绝大多数不参与家族决策 跟墨家 韩家 百宗联盟的弟子 都有些暗自择舍 一个道远镜的男人 叶家第五支脉第十代人 负责管理叶家在昆仑须的一些产业 今天也来 却是看见眼前这一幕 微微叹息 说叶南天是叶家希望 可我怎么觉得叶尘才是叶家的希望啊 倒也是啊 叶尘才多大 能和无双长老打成这样 叶南天也做不到吧 没错呀 另外一个虚王静八层天的叶家弟子 有些纳闷的 叶尘二十多岁 无双长老六百多岁 如此年龄差距 我却看不到任何实力差距 太古怪了 我觉得叶尘才是叶家希望 我也是这么看的 也不知道 为什么家主和长老们要处决叶尘 是 这么一个天才真是可惜了 没错 叶尘这么年轻 还有很多的可能啊 那位中年人苦笑一声 凝望着远方战场中 打得天崩地裂的叶尘和叶无双 不住摇头道 要是和和气气 那该多好啊 他是经商 也是属于叶家 不管是那四脉之一 平日里都在昆仑须做生意 自然希望和和气气的 当然他的辈分也不大 庞大的家族人缘庞杂 数量极多 但是真正的天才却是太少 叶尘有资格被他们称呼为天才 好强 叶尘太强了 比叶南天的天赋 都要强得多呀 叶青这一脉的长老暗自赞叹 言道 叶南天 接近二百岁 上两三代的天骄人物了 帝尊近五六层天 如此却都不是叶尘的对手 叶尘的年龄 却不足叶南天的九分之一 何为天才 何为当代的天才 叶尘 青剑黑药若寒 黄乾坤黄武枪他们是当代的天才天骄 而一代天骄保持期是五十年到百年左右 因为他们一般到七八十岁年纪天赋有所下降 境界不高才会开始结婚生子 孕育下一代天骄 偏偏 叶南天未曾结婚 属于上两代的天骄人物了 这等天才都战死在叶尘手中 叶尘的天赋 何止是横推当代天骄 简直可以镇压 往上的四五代天骄 无双 怎么打了这么久 叶浮东有些着急 以他的境界和修为 只能看见两人厮杀肉搏 根本看不见其中流转的寂灭之力和气血之力 不由得对身边的人说道 尽快通知其他长老赶来 他凝视着叶尘被打飞 精神却没报 见即有些担忧 若是叶无双也挡不住叶尘 只能让那人出手了 那人出手 也许可以驻皇家扫平 百宗联盟和光明殿 只要在血灵族的大人们到来前 平定内乱 我们就不算失责 身边的下人听到这话 叹息一声也赶忙转过身去 当叛徒给血灵族打下手 也是得考核和肩负责任的 一旦昆仑须叛乱 他们是跑不掉被清理的命运了 战场之中 种种爆炸之声响彻不停 叶尘的杀戮之道和不灭剑道展现开来 同叶无双的寂灭之道碰撞 三条大道雏形都有些许崩溃 显然是双方势均力敌 道元境到帝尊境是需要将道之力演化为大道雏形 叶尘已经将两条道之力演化为大道雏形 说它是道元境 实际上它的战力和境界不符合 说它是帝尊境六层天都算合理 只是为了走合一之道 叶尘想要将三条道全部演化为大道雏形 再入帝尊境 进入帝尊境再修出六条大道雏形 至帝尊境九层天巅峰后 九道合一战力倍增几十倍 一座建筑被叶无双拔起 朝着叶尘攻杀而去 叶尘接连打碎了这些巨石 左手蕴含杀戮之力 右手蕴含不灭之力 双拳轰击叶无双 犹如爆炸一般 叶无双的金身爆裂只剩下一副筋骨 叶尘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剩下筋骨笼罩着半副血肉 背后却悬浮起一条寂灭之道 好似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 浪花层层而起 每一滴水都蕴含了寂灭之力 一滴滴江水滴落地面 瞬间将地面打塌了几十米 一滴江水尚且有如此威能 这条江河赫然正是显化出来的 寂灭之道 长达九十九米 叶尘已经迈出了一步 你用我练手 混蛋 还敢偷学我的寂灭之道 叶无双彻底爆发 双拳营绕寂灭之力 背后悬浮出一条三百米长的寂灭江河 滴滴江水跌落下来 好似要覆灭世界一般 两人拼杀在一块 迅速将对方轰飞了出去 叶无双凄惨无比 一条腿爆裂 只剩下一只腿摇摇晃晃地站着 背后寂灭江河也崩溃了大半 神色诧异地看向叶尘 你居然突破了 怎么可能 临战突破 寂灭之道大增 你这个混蛋用老夫练手 叶无双实在没办法了 打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被叶尘用来练手 偷学自己的寂灭之道 心中的愤怒已经难以言喻了 另外一边 叶尘缓缓地站起来 金身彻底爆裂 气机却越来越胜 背后寂灭江河长达一百零七米 卖过那一步 气机也随之增强 天地馈赠的一股生命之力 疯狂地涌入叶尘体内 金身重现 磨气滚滚 短短几秒钟时间 叶尘抵达道远境七层天了 寂灭之道迈入第一阶段 借助战斗突破 他看向叶无双 唇角勾勒出一抹笑容的 老东西还得多谢你 没有你 我寂灭之力尚且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修炼成功 不过 你以后也没有机会 一大战就肆无忌惮地 释放寂灭之力 刚才 叶无双作战 肆无忌惮释放寂灭之力 企图摧毁叶尘的肉身 同时让空间停滞 当然 也给叶尘的肉身 造成了不小的损伤 险些打爆叶尘 但叶尘在吸收寂灭之力 反而修炼自己的寂灭之道 此消彼长 叶无双的寂灭之道 已经快要崩溃了 而叶尘的寂灭之道 已经迈入第一阶段了 战力倍增 现在 你可以去死了 叶尘猛然轰出一圈 道道符文营绕拳印 拳印中 显化出一尊尊寂灭佛陀 正在双手合十念叨经文 诸佛陀浑身爆发出恐怖的 寂灭之力 反而包裹住了全印 盖押住了叶无双 要将其磨灭 你这小崽子 也想杀老夫 好 老夫就看看你到底有多强 今日不杀你 老夫倒心有损 再无尽疾之力 叶无双半腹身躯彻底燃烧 庞大的寂灭之力腾空而起 化作蛟龙 一头数百丈大小的寂灭蛟龙 使叶无双目前的全部战力了 他燃烧了生命 燃烧寂灭之道 燃烧了所有可以燃烧的东西 包括灵魂 只在这一击 同他所言一样 武者修士道心为重 道心受损便是在无法破镜提升实力 当然个别悲然到极点的老人物 或许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 继续晋升 包括血液门道船大长老 青天门道船大长老等等 便是如此 除他们本人之外 全家死在血灵族手中 迫使他们走上复仇之路 以复仇为修炼目标 虽可能走火入魔 但却道心坚毅 否则绝不能破镜提升实力 八大派的很多长老 也是因此修为停滞在 帝尊镜三四层天 否则一两千年来 他们再次也能达到 帝尊镜六七层天 贫命 好 夜晨唇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取出一柄二品仙刀 猪灭刀 此物也是炼体之地得到 他手臂营绕出庞大的寂灭之力 蔓延到掀起猪灭刀之上 一股灭绝的气息 冲达四海八荒 引来无穷无尽的雷电 匹炼四射的雷云落下 闪烁天地之间 一时间 雷光 寂灭之力 飞仙之力 都在猪灭刀上爆发开来 夜晨横斩一刀 有灭士之位 寂灭蛟龙冲杀而出 夜无双不惜一切代价 化作最后一丝力量 融入蛟龙之中 同样是寂灭之力 刀钢和寂灭蛟龙 却有极大的差异 或者说 寂灭刀钢不如寂灭蛟龙 毕竟夜无双 修炼寂灭之道五百年 即便夜晨天赋再强 也难以弥补这之间的差距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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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